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与人之间 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而通讯也越来越频密 正因为是这样 所以邮政的设立是有它的迫切性 可以这么说 从一个地方邮政通讯事业的发达程度 可以真实反映到 那个地方经济发展到底是去到哪里 不知道多年省港澳又正演变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广州就是广东省的省城里 所以吸引了大批在各乡各镇的人 前来做生意 寻求发展 所以广州的市民和外界的联系实际上是非常迫切的 在邮政局未有成立之前 就要靠那些替人带钱 带信 带物件 这些巡城马 所以巡城马就大批涌然 所谓巡城马就是指那些年轻力壮 是熟悉路途而又忠诚可靠人 他们在收了客人的钱之后 就专门替客人带钱 带信 带物件 来往广州和各乡各镇之间 但这些只不过是民间自发性的组织 根本没有什么制度可言 所以往往就出现不少的弊病 那广州究竟何时才开始有邮政服务呢 原来广州的第一间邮局 就是在清朝光水23年 即是公元1897年 所成立的是大清邮政广州总局 那算上来 广州的邮政服务 已经是有108年内的历史了 不过原先第一间的邮政总局大楼 早已经拆射了 现在所见到 位于西堤充满 是西洋色彩的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 就在1916年才落成啟用 不过继续上来 都有差不多90年内的历史了 自从邮政局成立之后 邮局的邮差就取代了巡城马 而邮票就取代了巡城马 所收取的服务酬金 两样比较 当然以邮政局的服务 安全快捷可靠得多 香港的邮政服务 原来开始得非常早 早在香港开埠的1841年 在那年的8月 香港已经开始邮政服务 当时执行邮政服务的 就是在圣若汉教堂 对上的一间小石屋里头 这间最早期的邮政局 它就由1841到1846年 在这五年之间 香港的邮政服务 都是在那里来执行的 第二代的邮政总局 原来就搬到去 是皇后大道宗和不打阶交界的 当时的高等法院的所在地里 这间第二代邮政总局 就在高等法院里头 是继续经营服务 这间高等法院在哪里 原来就是位于 今日的华人行的树 这间第二代邮政总局 在这一树 是一直由1846年 一直都经营到 是1911年 然后才是拆捨 第二代邮政总局 一搬到第三代邮政总局的所在地 原来第三代邮政总局 就是位于现在 环球大厦这一树 在1911到1976年 这六十五年之间 这间第三代邮政总局 就是位于得妇道中和不打阶那里 从旧图片看上来 这间已经拆捨的第三代邮政总局 它就是古色古香充满英国文艺 復兴时代建筑的风格里 可以说是很有历史价值 很可惜后来因为要兴建地下铁 所以就要将这一座 这么有历史意义的第三代邮政总局 拆捨 拆捨了之后 又再将它搬遷到现在康乐广场那里 说起上来 第二代邮政总局 和第三代邮政总局 有两个巧合之处 第一个巧合之处 这两间邮政总局 都是位于不打阶 第二个巧合之处 这两间邮政总局 都曾经服务了 有65年 香港的第四代邮政总局 原来就是位于中环康乐广场 这间邮政总局 这间邮政总局 就是由1976年 一直经营服务到现在 在香港的邮政总局 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就是老香港 不叫他做邮政总局 而叫他做书信管 换一句话说 书信管 就是香港邮政总局的俗称例 而第二件事 就是原来早在1862年 即是1844年前 香港已经发行他自己的第一套邮票了 澳门 澳门何时开始有邮政服务呢 原来早在1881年前 1825年澳门已经开始有邮政服务了 不过当时一切都是一流就简 一直都未走上轨道 及至1869年澳门的临时邮政局出现了 为何叫它临时邮政局呢 原来这间邮政局呢 就设计在邮局管理员 蘇沙的家里头 当然了 就不算是正式的邮政局了 澳门是在1884年 正式成立邮政局的 在第二年 即是1885年 澳门书信馆 这间澳门第一间 正正式式的邮政局呢 就在南环街9号 即是现时京都酒店 这个位置呢 在那一树呢 是落成开业了 那间称为书信馆的邮政局呢 在使用了五六十年之后呢 在这一间新的邮政局大楼 在一九二九年呢 是落成啟用之后呢 才是工程新退的 那这一间三层高的邮政局大楼呢 那它呢 就是充满了欧陆西方色彩 那很多人呢 以为它是西方人设计 其实呢 它由中国的工程师 就是陈军培精心设计而成的 那它现在呢 是庄严宿木那样的 速立在以示亭前地 那它的气势呢 真是令人呢 是肃然起劲 留下深刻的印象的哦 从省港澳 那时候呢 游政局发展的历史 看起来呢 是游政局在创立百多年来呢 曾经有过一段呢 非常之 辉煌蓬勃的时期呢 但很可惜呢 现在呢 随着科技的进步 省港澳市民大众呢 就习惯用电话 或者发手机短讯 又或者呢 用电脑上网呢 来联系沟通 很少呢 就好像以前那样呢 是写信了 所以游政局呢 都要改变它的服务方式呢 来适应呢 时代的需求 以符合 适者生存的原则呢 到这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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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